这两张书能不能再来找啊 大小姐好 谢了 大小姐好 您来了大小姐 今天怎么又不是麦田的班啊 是这样的 她大学就要开学了 她已经向酒店提出辞职了 过两天她就不干了 是吗 那你知不知道麦田考上的是哪所大学啊 这个真的不清楚 你可以问问她本人 对了 明天白办 行的 我知道了 葵花 你看 学费的事我一直也没帮上什么忙 都是你一个人在忙活 我这心里也挺不舒服的 你咋没帮上忙啊 你不是一直都在酒店里面挣工资吗 要不这样吧 在我离开酒店之前 我再多申请几次加班 这样的话呢 多少也能挣点加班费出来 算了吧 麦田 你快开学了 还是多把精力用在学习上 学费的事情有俺呢 俺相信只要咱俩在一起 再大的困难也都难不倒咱俩 嗯 麦田 你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就留下来多陪陪俺呗 行 没问题 那你今天也豁兆修了 不去找活了 麦田 来进屋 俺给你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看了你就知道了 是还简单 这个是莫班车呀 赶不上就完了 师父 等等 等等 没有人呢 最后一辆车也开走了 怎么办 麦田 看来 只能走回去了 啥 走回去 那咋行了 你走回去 你不得半夜了 那不走回去能咋办啊 车都没了 麦田 老公 咱也打个车吧 那得多少钱啊 没事 就这一回 算了 太贵了 哎 正好来辆车 咱问问吧 哎 师傅 你来一车哪儿啊 师傅 俺俩要是坐你的车 去武州大酒店的话 得要多少钱啊 上车吧 我给你便宜点 嗯 那便宜点是多少钱 打表的话啊 二十不打表 你十五块钱嘛 十五块钱 这么贵啊 那 你十块钱 拉俺俩一回行吗 十块钱 十块钱不够一人钱呢 我都去算了吧 哎 师傅 师傅 你说 俺俩长那么大了 我看没坐过出租车呢 今天遇到你 也算是有缘分 你就十块钱 拉人一回行吗 算了算了 上车吧 谢谢师傅 哎 师傅 俺俩上车呢 走吧 来 谢谢你啊 师傅 我 爹 这是组织真舒服 是啊 你看 开了这么远的路 一点都不觉得癫 嗯 看出来了 你们俩是刚进城的吧 嗯 对 俺男朋友过来念大学 是来陪他的 嗯 那就是陪读呗 现在可流行这个了 啥叫陪读啊 陪读啊 就是陪着一起读书的 对 就是陪着读书 那是陪读 嘿嘿 师傅 停车吧 哎 为啥啊 这五周大酒店还没到呢 前面就快到了 你就到这吧 不用往前走了 麦芹 你一个人走过去能行吗 行 放心吧 师傅 麻烦你把他送回刚才来的地方吧 好 你放心吧 梦花 我赶紧跟师傅回去吧 路上小心点 你回去也早点睡吧 嗯 师傅 慢点开啊 哥 哥 你咋睡在这儿啊 葵花啊 麦芹走了 早走了 哥 你咋不上去睡呢 我是怕上去影响你们 就想在这儿瞇等一会儿 慢点慢点 你睡在这儿 担心感冒了 没事 赶紧上去吧 走 来 对了 哥 你今天看见麦芹 觉得他咋样啊 我看小伙子挺好的 将来一定有出息 不过啊 我觉得你可得好好拴住他啊 俺拴他干啥呀 他又不是牛 我不是让你拴住他的人 我是让你拴住他的心 俺拴他心干嘛 他心本来就在俺这儿呢 好 那天 再过几天 你就是一名真正的大学生了 你放心吧 俺就是再难 也会让你安心地 把这四年大学念完的 把这四年大学念完的 我想你了呗 想你了 自从这马路让你扫上以后啊 我这肚子上的肉蹭蹭蹭往上涨 你看看 我要再不活动活动啊 我就走不动道了 姐 你就会开玩笑 你看看啊 工资 姐 你招啥急啊 晚两天给不也一样吗 怎么一样啊 你不是等钱用啊 快拿去拿去 那你就真拿着了 拿去 谢谢姐 咋了 大姐 没事 老师 你老婆来电话了 你怎么不接啊 喂 喂 喂 是我啊 你在哪儿呢 老婆 我正在拍戏呢 什么 拍戏 在现场 你拍了一宿了吧 对 老婆 你真说对了 我还真就拍了一夜 哎呦 累死我了 我跟你说 那个导演喊我 好 马上马上 老婆 那个导演喊我 咱不跟你说了啊 那就这么着 哎 得嘞 得嘞 哎 哎 大姐 你没事吧 黄老师 你干嘛要骗嗓子 我老婆心眼小 快啊 哎 是把她误会 没事 你 你在吧 我先回去了啊 嗯 行 大 大姐你注意安全啊 庄爷你拉我 你干啥呀 我才刚擦了两双鸡鸡鸡 你就把我拉走了 我跟你说了 我不饿 你赶快一个人坐这儿 你是 听过 你以为我我拉你过来 是给我让你吃饭的 哥们儿是有非常重要的事 我要跟你说 那行 那你有话就赶紧说吧啊 我告诉你啊 现在时间可宝贵了 有话快说 来 二位 想吃点啥 咱俩啥也不吃 说完后就走 不是不是 好 老板 别听她的 今天我请过 一百块钱 您看着点 好的 二位请稍等 壮远 咱俩人吃顿饭 你就给她一百块钱啊 你哪来的钱 不是 你瞎操什么心啊 我跟你说 哥们儿这钱不是偷了点 是哥们儿上班正来的 知道吗 正元 你又上班了 那你现在干啥呢 还能干啥 继续烧锅炉 老板行呗 朱奥远 你又有班上了 那你就放心了 你终于可以再重新做人了 说啥呢 哥们儿蹲大鱼了还是怎么着 还重新做人呢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你这脑子里面 怎么一丁点文化都没有啊 天天跟着人家卖点 没一点进步都没有啊 行了行了 快别说俺了 说正事儿吧 你说这些废话呀 已经浪费俺十分钟了 也没啥正经事儿 就想找人说说话 那你还是找别人吧 你真没时间 不是不是不是 我瞎 你可好好坐着啊 今天必须陪哥们儿好好聊聊 那聊多少时间 两小时 不行 一小时 一个半 哪儿 不行 俺又赶半小时了 你说半个小时 就半个小时啊 能行吗 老板 给我来瓶买酒 庄月 你还喝酒呢 那是饭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俺还得擦皮鞋去呢 擦什么皮鞋啊 你给我坐这儿 终于让我见到你了 你找我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见你了吗 听说还有三天你就要离开这儿了 是真的吗 嗯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考取的是哪所大学啊 对不起 这个不方便告诉我 这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你 你该不会是这辈子都不想跟我见面了吧 这样不是更好吗 好什么好啊 那我要是想你了 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我不管 今天你必须要告诉我 我真的不方便告诉你 哎呀我都说了是必须的 你必须得跟我说 不然的话 嗯 我就不走了 哎呀 哎呀 哎呀我啊 我知道 在你心里面 除了卖甜就是卖碎 那你想啊 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咋应该算是最铁的朋友了吧 嗯 听哥们跟你唠唠唠唠唠几句 这点情分还是应该有的吧 有啊 不听着呢吗 你快说吧 别以为你智商有多高呢 哥们能找你聊天 是因为我瞧得起你 知道吗 赵远 你到底想不想让我听了啊 哎不不不不不 听听听听 你好好听 那哥们现在 就开始说了 你就赶紧说吧 葵花 哥们进城这么多年 苦苦挣扎到今天 是饱经了人世的冷暖和沧桑的 庄远 你没头没脑的 你到底想说啥呀 不是 行 哥们儿跟你说实话 嗯 说来说去 我就是为了你跟麦田捏了把汗 你为啥来捏啥呀 牙脸好好的 不是你怎么就不能动脑子想想呢 就算有一天 麦田大学毕业了 又想娶你 可你不还是个农民吗 人家是国家的栋梁 天壤之别呀 你还好意思嫁给一个大学生吗 赵远 好话说三遍 狗都不稀罕 你老说农民 那农民到底咋了 那麦田考上了大学 他就不是农民了 你叫什么劲啊 一说你是农民 你就开始叫劲 你再来劲 你不依然还是个农民吗 这农民他也可以有出息的 你看人江总 他原来也是个农民 客人现在盖了那麽大的酒店 那也算是为国家做出贡献了 庄远 你做梦都像成为人家那样的农民吧 是不是 行 我说不过你 你说得太有道理了 喝酒 庄远 你真不能陪你喝了 俺赶时间 不是 你这牙子说要半小时 还真的要半小时怎么着 不走还等啥呀 不是 老板 打包 看来你真的是不想告诉我 你考的是哪座大学是吗 我一共耗了三天的上岗时间 希望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 好吗 行 看来我们家酒店 失去你这样一个敬业的门童 还真是我们家酒店的损失啊 好吧 那我们就有缘千里来相会吧 慢走大小姐 再见 我可没说啊 这是你说的我们再见 那我们就再见了 嘿